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今年第三度訪問中國 會面國台辦主任宋濤 兩人還來到關公的出身地 山西省運城市参拜關帝廟 宋濤一句背信忘義天人共路 不禁讓人聯想 是這暗批郭台銘嗎 宋濤特別講了一句 背意忘信天人共路 會覺得這句話是在對郭董說嗎 我對這些事業事情 我不以評論 郭台銘先生從他歷來的公共場合的發言 尤其在重大的場合 他一定要戴著國旗帽敬禮 宣誓效忠中華民國 捍衛中華民國 他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中華民國捍衛者 中共的官媒也好 還是官方單位也好 對郭台銘先生有什麼批評 我覺得這反向證明了 郭台銘先生如果當選總統 他絕對不會出賣台灣 國伴強調 郭台銘絕對不會背信忘譯出賣台灣 板橋出身的郭台銘 籍貫山西省進城縣就在運城市隔壁 信奉關公的他2013年還欽赴山西 請關公來臺繞境 這是我的老家 也是關公的老家 台灣呢 好像有一千七百多座關公的廟 關公的綜藝 忠孝結義 這是我們 我們做學的 我們今天來 就希望把這個精神移回去 十年前就大談綜藝精神 這一次參選 郭台銘更是一路打折 關公重情義 重承諾的口號 摧崇承承諾 支持國民黨提名的人選 變成獨立參選 不只國民黨極度遺憾 現在連國台辦都語帶諷刺 郭台銘一直講說 他是可以搞定兩岸的 他可以簽和平協議 可是你仔細去看 中國的官方系統 沒有任何一個官方系統 對郭台銘的和平協議 釋出正面的訊號 從很多跡象都可以看到 郭台銘並不是 中國主義的那個人 他們的邏輯框架裡面 好像郭台銘的出來的參選 正是讓侯友宜落選的兇手 國民黨的部分 現在在臭罵郭台銘 有一點想把郭台銘 當這個帶罪羔羊 那國台辦我認為 也有這個味道 下架民進黨希望渺茫 國共把氣出在郭台銘身上 拿官公精神借題發揮 也讓官公再次成為 這次大選的熱門話題 宋濤昨天跟這個夏立妍 兩個人他們一起去到 這個山西官公廟去 那其中宋濤特別念了這一段 背意忘恩 天人共露 到底是不是在罵郭董呢 現在郭董 硬要餐一咖 硬要來選 我先請教翟哥 現在不只藍白陣營很頭痛 因為其實中國方面 不管是這個國台辦 或是他們的環球時報 其實在在都顯露出很多的 不滿跟不屑 可是我們看看郭董 他鐵了心就是要算 你看看這兩份郭辦的 內參民調四卡都的部分 雖然郭台銘還是老三 可是他想要顯示的是 我離前面那個 這個侯友宜 差不再內 隨時都可以把侯友宜給取代掉 而且他們這個正副手的 搭配組合前三名 好這個柯正 郭富是第一名 郭正 柯富是第二名 有猴的都是排在後面 意思就是想要把侯友宜給邊緣化 來宰狗怎麼樣看 郭董現在的這個雄心壯志 對啊 其實郭董在八月二十八號宣布的時候 就已經正式面對那個記者 訪問他說 你在中國的投資那麼大 你不怕中國對你發起追殺嗎 他說 Please do it 對他來講 第一個分兩個 一個對於鴻海的經營來講 他已經四年 他也不是鴻海的經營階層 雖然他是股東 然後第二個對於鴻海的股東來講 他本來現在 他他他都要面對這樣的一個政治的政治的後果 而且這不是只有鴻海 這是所有臺商 在臺 臺商在中國經營的時候 遇到的國家認同問題 都要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勒索 不是只有鴻海而已 其實他這個普遍現象 我們應該把這個鴻海 這個郭台銘遭受到的問題 變成我們要警覺的問題 我們要站在郭台銘這邊 那中共中共的宋濤講這些話 中共是無神論哲 他哪姓關公 那哪姓馬祖對不對 他哪只有姓他的毛澤東 就姓他的權利而已 第三個 這個下架民進黨 是郭台銘 侯友宜 柯文哲的共同主張 這些主張又是共產黨的主張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共產黨不想要侯郭台銘出來攪局 因為三咖嘴 四咖嘴的文書 在臺灣的不管是什麼 趙少康 郭震亮 邱毅 這些說法都跟共產黨一樣 那當然 當然他們會把郭台銘 視為叩籌 要追殺他 其實站在臺灣 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選總統 大家有機會 只要按照法律的規定 其實沒有什麼四咖嘴 三咖嘴都可以 好 那我們要回過頭來 講一些本質上的問題 從兩個面向 一個是政治上的 一個是法律上的 我們先講政治上 下一集再講法律上的 政治上 郭董在那一天宣布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很關鍵的字 說他宣布參選總統 全面展開連署 以取得參選資格 就是要代表主流民意 整合藍百兩黨 第一個 我們現在主流民意 不是黨 他是那個類似很多的 這樣的連邦 很多人加起來 有兩百兩黨 政治上來講 剛剛都已經分析了 政治上來講 郭董的民調 雖然一直在第四 可是他的鐵票有五趴 他的民調也一直在十到十二趴 然後他現在也剛宣布 然後開始展開追殺的情況下 第一個 國民黨對他追殺 是要讓他逼得跟柯文哲 兩個的矛盾 劇烈化 所以柯文哲也很聰明 在前天參加這個計程車公會的 這個 他表現得很好 因為他不會在那個場合上 跟他有任何衝突 而引起柯粉的反彈 反而他利用 利用那一個 郭台銘的不禮貌 來引起柯粉的大反彈 然後做一個切割 然後讓他的損傷越來越低 這是政治上的 然後對國民黨來講 藍白兩黨 過去不是 在政治上不是沒有 就是兩黨共推一個 因為總統副總統 那個總統罷免法 第二十二條的第一項裡面有 但是要定順序 推薦的順序 到底政庫 然後第一個政黨是國民黨 還是民眾黨 還是什麼 這個要在你在十一月二十四號 登記的時候 都要寫得很清楚 這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總統不總統選法法裡面 八十九條的第九項 對於黨內 就是我們對總統選舉 從黨內初選 就開始有法律的相關的規定 第九項就是 你黨內經過黨內的 提名作業程序完之後 你要向內政部報備 也就是說 你已經完成程序了 當你這個程序完成了 結果要登記的時候 你國民黨不是侯友宜 你民眾黨不是柯文哲 的時候 那你的黨一樣要照一般的程序 你要撤銷侯友宜的總統提名 你要先撤銷民眾黨柯文哲的總統提名資格 然後去決定說到底是侯政還是柯政誰付誰付 完了之後你才去登記喔 這是政治上的 所以我們做回來 那那那郭台銘是什麼 郭台銘在現在的辦法裡面 他沒有他是路人甲 他必須在九月十三號九月十七號去申請登記為那個申請公民連署人 然後去取得這個選罷法裡面二十一條 只有兩個兩種人才有候選資格 一個是政黨推薦 一個是連署人推薦 那所以他必須在十一月二號這四十五天完成連署 在上級的一點五趴 就是超過二十九萬的這個情況下成立 然後在十一月十十號公布之後 他當然他成為有資格 但是他要不要把這個連署書送出去 是一個問題喔 但是他就算沒有送出去 在選罷法的規定裡面 你都已經是可能搓原彩商的嫌疑犯喔 對 這個有沒有踩到雷池 開桌就沒有 我下一節再來講 這個法律上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搓原彩商 所以在政治上 對於郭董來講 不是 除了紅禄剛剛講說 他商業的這個系統去運作以外 你看他出來宣布總統參選的時候 那些議長為什麼沒有賠 因為不用賠了 底下的 因為我們的地方政治是這樣 議長是管議員 你看縣市長不見得叫得動議員 因為議長要議員投票 所以然後議員底下有鄉鎮市民代表 有村議長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臺灣從縣長立委都不要算 議長也不要算 從議員以下的政治人物 就是議員代表鄉鎮市長 五黨籍總共八千兩百多個 國民黨拆一千九百八十八個 郭董的連署 就是靠這八千多個開始連署 那至於要花多少錢 我們有大概算過全臺灣有一萬五千多的投開票所 如果說我要全面達到一百五十萬 我必須要很普遍地毯式的 那所以在成本上面 我就必須要在一千一萬五千的投開票所去設點去收 然後一個點去收一百個 這個對於每一個地方政治人物來講 村里長他要去拿個一百個五十個是有可能 所以郭董能不能拿到一百 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可以超過連署 超過連署之後 其實郭董好好的去選總統吧 不要去管籃也不要去管擺 只要你去管籃管擺 我下一我下一段去講法律上的問題 你就知道你有可能會違法 這段再請他這個材料繼續來分析 我們來聽聽這個國民黨少廷這個議員的看法 因為郭董現在感覺就是決心 這非常的強烈 那不過今天王金平好來看看喬王怎麼說 王金平說 雖然現在在野陣營的整合還不見績笑 可是他相信亂中有序 他覺得侯跟柯合作的機會應該還是存在的 只是說這三隻小豬到底要怎麼約在一起 現在大家公認的公道博不是王金平了 現在郭正亮喊出來的是說 要拜託韓國瑜 他說這個議國民黨目前的狀況 誰最適合當公道博 最好就是引導人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出來可以讓兩方講話 都算數 談整合這種東西很現實 有第三者公正的第三方 在場會是比較好的 少廷議員怎麼看 韓國瑜是不是要再把他請出馬了呢 其實郭正亮講這個話 我覺得也不是沒有道理 結果這個韓國瑜不只是國民黨的黨籍 但你想想看 其實郭董在四五月份宣布要出馬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就是跟韓國瑜道歉 就對四年前的神道道歉 對 等於他跟韓國瑜也算是 不要說是重修就好啦 但是態度上他對韓國瑜完全是 大家是 韓國瑜是這個一笑敏千仇嘛 那這個大家想一想喔 這一個柯文哲跟韓國瑜有什麼關係 他們也是很好的關係啊 柯文哲都在台北市嘛 他在台北市那些韓國瑜是他的 農產的總經理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郭正亮講的 不外乎是一個好奇啦 那不外乎講就是希望這三家 可以做下來把它整合 所以王清明前院長講說 債野要整合 我想這個是其實所有債野的一個期待啦 你們的心聲啦 丹很高的 我說句實在話啦 從大概今年過年後三四月 涉及到明年總統大選之後 其實大家就是希望 是不是可以所謂的非律 就在野的一個整合性嘛 可是到現在 今天是孟希今天是九月一號 我們說要整年了 已經到九月了 離一月十三號的投票 我剛才算了一下一百三十四天 剩一百三十四天 王院長講說還不見績效 這個是所有基層人家的焦慮 這真的很害的耶 但是王院長說亂中有序喔 我說今天我看不見什麼啦 你沒有感受到是不是 我沒有看到序在哪裡啦 因為828當郭董宣布他要參選 其實他要參選喔 跟之前大家醞釀說 是不是可以有辦法做下來 是已經完全不同的氛圍了啦 那有點像是以戰逼合啦 好像說欸我要選囉 你要不要跟我談 大家要不要藍白鍋來談 甚至是兩個兩個來談都可以 不然就是大家都輸 大家都輸嘛 感覺起來828 郭董出來這個氣勢 如果他真的是為了要 二零二世基層的聲音 叫做要政黨輪替的話 照理講 他這個是有點像以戰逼合 但是以戰逼合 你看他828宣布到這一個禮拜 他做了什麼樣的事 剛才載一個講到計程車司機 那個工會 他有點像是反客為主啊 你讓柯鎮影的人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另外一個對 人家覺得霸王硬上攻啊 讓柯鎮影也別管你做 但我相信這個柯粉一定不高興 你看那天本來柯文長 還要逐桌敬酒 最後沒有話講完就走了嘛 趕快走啦 不然等一下人家奶茶又拿過來了 然後你看跟國民黨的部分啊 說好的跟侯見面不講 結果也講出來了 所以搞得到最後 又一大堆這個什麼 誰跟誰講 在哪裡講的 所以從828到現在 照理講是 如果郭蘭銘他的意思是 郭董意思是希望撒咖 可以坐下來談 整合起來政黨輪替的話 感覺這個禮拜 好像郭振穎的做法 不大像這樣子 更何況 剛才其實翟哥講完 以後我就先點出來啦 九月十三到十七號是獨立參選 他要去這個中選會要遞交連署書嘛 申請 申請嘛 申請說我要來連署 我要連署嘛 九月十七過後 他就沒辦法連署嘛 好有沒有去是一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是他的副總統是誰 對啊 到現在還沒有人選的樣子 即使他提個副總統出來 九月十七如果要正式申請了 他就沒有回頭路了 所謂的藍白鍋合作 已經完全破滅 這樣還給一個人呢 還給一個副手 郭董要找一個副手 跟他去連署嘛 聽說他現在也是很積極在找啦 那所以到底藍白鍋能不能合 我只講個結論啦 基層就我們接觸到的 不管泛藍也好 有一些中間選民是很希望 是可以合的 但是這一齣戲怎麼搞 這怎麼演就是很難看 從三月演到現在九月一號 就是演不出 這個連續劇實在有夠難看 歹戲脫棚 這個編劇真是很害 現在接下來不知道怎麼演下去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繼續來請教智傑 因為現在聽起來是 郭董對柯文哲比較有興趣 他一直不斷地去遞出橄欖枝 可是他樂隊 因為柯文哲越殷勤 人家民眾黨的人越害怕啦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嘛 來我們休息之後馬上回來